大家好,脾虚很常见 那么脾虚了,我们身体会发出什么信号呢? 下面就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脾虚常见的信号 1.舌体胖,而且有齿痕 2.睡觉时流口水 3.肚脐特别容易脚梁 一脚梁就拉膝 4.腹脏 肚子里面老有气 5.胃口不佳,吃什么都不香,经常没有食欲 6.罢便不成型,粘马桶 7.什么都没干,也觉得累,全身没力气 8.虚胖,皮肤松弛 如果以上的信号你有4到5个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脾虚了 及时就医,看看 我们身上的穴位对脾虚的调理 也是有帮助的 脾虚我们就讲脾经上的穴位 下面向大家分享三个常用的 坚持用,对各种原因引起的脾虚都有帮助 第一个是阴灵拳 第一个是阴灵拳,这个穴位这样讲 用拇指沿着小腿颈骨内侧,由下往上推 当拇指到膝关节下时,颈骨向内向弯曲的凹陷 就是阴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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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侧穴,左右腿各一穴 第二个是地肌穴 地肌穴在阴灵拳下三寸 这里是阴灵拳 往下凉四横指 这里就是地肌 暗中会有明显的伸降感 双侧穴 左右腿各一穴 第三个是太白穴 太白穴在竹内侧缘 帮第一直骨,小头,后下方,凹陷处 就在这里 双侧穴,左右脚各一穴 好,以上三个穴位都找到了 用手指点油就可以了 每个穴位点油五分钟 每日做三次 一般情况下,脾虚的人容易失重 所以健脾是费时间的 需要坚持 在饮食上,要计时 性质寒凉的食物 比如 苦瓜 黄瓜 茄子 空心菜 芹菜 莫笋 金针菜 梨 西瓜 绿豆等等 这些寒凉的食物 吃多了 亦损伤脾气 容易阻碍脾的韵化功能 以上脾虚的信号 大家可以对焦看看 自己有多少个 好,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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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